来吧揍饭,咱们今天做个大菜 正好我手把手的把这道锅包大虾交给你们 这个菜你要学会了 在重要节日的时候做给你家老娘们吃 那仪式感直接拉满 就这道菜也是我众多压箱底的其中一道了 我轻易都不出手 只要掏出来那必定征服咱家老娘们 你们都仔细看好好学哦 今天我就把这道锅包大虾里边 全部的细节毫无保留的传授给你们 别到时候你做翻车了 你家老娘们耗你头发你可别怨我 这大虾都把它虾头虾壳虾线都给它去掉 这虾头你可以留着到时候做个虾油啥的 你别像个败家子时 把它虾头都扔了 这玩意儿都是钱来的 细节来了都仔细看好了 这虾肉改刀的时候 咱们用这个刀尖贴着虾的后背 一路给它划到虾尾 千万不要给它划断了 改好了之后给它轻轻拍一拍 然后再在虾肉上面轻轻划几刀 都给它改成这样就行了 回手咱们再准备点小料 切点的姜丝蒜片 葱丝胡萝卜丝还有香菜 虾肉里边给它放点葱姜 放点料酒 再放点盐 给它腌制一下入个底口 注意我的手法 咱们抓拌的时候 用手从下往上轻轻的给它掏着抓 你要一使劲的直接变成虾滑了 抓好了之后放着块腌十分钟 这边咱们再和一个炸虾的和 放两把土豆淀粉 加了适量的清水 再往里边放点大豆油 加水的时候咱们逐次往里加 你别夸杀一下 往里边倒一盆的和直接就熄了 就给它抓到这种粘度就可以了 最后咱们再调一碗料汁 把咱切熬的蒜片放里 加着一勺白糖 再加着与白糖同等量的米醋 然后再放点生抽 再放点盐 把这些料汁都给它咯咯匀呼的 放着块备用就行了 这边的虾肉腌好了之后 给它倒在咱们和好的这个户里 和刚才腌虾肉的时候 是一样的一个手法 从下往上掏着抓 让每一个虾肉上面都沾满了 这个淀粉就可以了 油温烧到六成 然后调成小火 把这个虾肉一个一个的往里下 下肉的时候 手一定要放低一点 你要抬高了往里下 那帮你甚至嘎着起个大炮 这虾肉咱们要给它分次下锅 一次炸个八九块 定型之后捞出来 最后再一起倒进去炸 这你要不给它分开炸 全下锅里到时候成团的 你抠都抠不下来呀 全程大火 给它炸个五六分钟 给它炸熟炸脆 捞出来准备复炸 等这个油温给它烧到齐不成热 咱们再给它下锅进行二次复炸 这一步是重中之重啊 千万不能省略 这锅包护也想吃着脆 这一步是关键 我炸这个它必要坚挺 就是因为我二次复炸了 你做得玩软趴趴的 就是因为它没复炸 复炸给它炸个一分多钟 都炸脆了捞出来就行 锅里边留在底油 把咱兑好的一个料汁给它下锅 下锅之前你给它多割两两下 要不然那白糖都沉底了 把这料汁给它熬到起大泡 把肉给它下里边 再把咱们准备好的配菜放在里边 都给它咯愣匀呼的 你就说这锅包大侠 谁能抵挡得了 不得谁丑谁不迷糊啊 你要是海鲜过敏的话 你就当我这句话这放屁了啊 看到这是不是都馋了 控制不住自己了 来你张嘴我先给你来一口 都自己家人别外道 我这是最大方了 一点都不口嗖 行了 赶紧让你家老爷们给你做去吧 来吧揍饭 这老娘们又么乐了 咱们今天做个夜市小吃 火爆大鱿鱼 今天咱们也找找出摊的感觉 给这老娘们来个cosplay 从这一刻开始 我就是夜市摊主了 你们跟我说话都注意点 正好今天我把干了四十多年的 许氏独家秘制火爆大鱿鱼 手把手的传授给你们 赶紧都让你家老爷们过来跟我学 这都属于初摊级教学了 怕记不住的话 你就写张纸上贴自己脑门上 处理这个鱿鱼的时候 这个眼睛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 拿茧子给它扎破 然后把里边的汁水挤出来 咱往处拽 要不然那小墨汁 蹦你身上你洗都洗不掉啊 然后再把这鱿鱼嘴给它拽掉 这虚子给它捋吧捋吧 都洗干净了之后 拿茧子给它鱿鱼 虚子中间给它剪一下 这样方便穿串 到这步的时候 你就得稍微注意一点了 拿茧子像给你家老娘们缝衣服之地 把这个鱿鱼给它穿起来 等你学会了做菜之后 你会不知不觉的发现 你学会了很多的隐藏技能 你就瞅咱穿串的手法 然后到了裁缝铺 直接就是精英了 就这一波操作下来 你看似没啥用 实际确实没啥用 穿完了也就是看着好看点 咱主打的就是一个仪式感 重点来了都看好了 对酱咱往里边放这个牌子的蒜蓉辣酱 甜面酱就放蒜蓉酱的三分之一 然后再来这一勺韩式辣酱 最后再来点蚝油 一勺味精 一勺白糖 然后再往里边放点孜然粉 这些就是我的许事秘制酱 这些全部核心了 你们嘴都严点 别给我传主教 烤鱿鱼的时候 咱们里边先不放油 拿铲子给它压一压 把里边这个水分都给它烤干 我烤鱿鱼用的这个是利人电饼撑 你要没有的话 你就格人质门一个钱 人家这电饼撑是上架盘双拆设计 那清洗是嘎嘎方便 再搭配这银离子抗菌烤盘 这玩意不但能烙饼 还能烤肉烤鱿鱼 没啊是煎个牛排鸡翅啥的 那也是嘎嘎的 这获得专利的安全插头 也是嘎嘎板着 轻轻一按自动弹出 还能力士收纳 挺节省空间的 我给你们放出窗了 想要了自己就扒了吧 这鱿鱼的水分给它烤差不多了 咱就拿剪的 给它两边给它改改刀 改好刀之后 这回就可以往里边倒油了 然后再把这鱿鱼放在上面给它烤 同样的手法 咱拿着铲子给它使劲按一按啊 人家夜市使的都是水泥模子 咱也不趁着玩 两面烤好了 再把这须再给它按一按 烤一烤之后 咱就可以刷酱了 就这秘制小酱 往这一刷的小香味 得着家伙就上来了啊 刷完酱之后 再给这两面给它稍微烤一烤 来老妹 你吃不吃的子安芝麻辣椒面啥的 吃啊 那我给你放了啊 你就瞅咱这手法呢 存专业 哥待干不干干四十来年了 你该说不说的 咱整这玩意真是那个呀 我都拼负我自己呀 你就看咱这鱿鱼 谁能抵挡得了 我那谁瞅谁不迷惑啊 我先帮你们尝一口 哎呦 那嘎嘎香啊 行了 赶紧让你家老爷们 给你做去吧